大家好,我是大远种的夫人 之前我们提到夫人发现IGT的Panda AAA屏幕上有两家老虎机的logo 于是深入调查了一下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结果 顺便补充之前老虎机讲座没有提到的几个公司 Avery, Antworth,还有Belly 先上截图 夫人之所以很好奇Panda AAA这台机器的绅士 出于以下原因 机器贴牌IGT 屏幕显示King Show Games和IGT 游戏规则目录则只署名KSG 而且是创作者署名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这台老虎机上 顺带一提这两台机器我们都不推荐 我上网查了一下 KSG虽然同时做线上和线下老虎机 但线下似乎以美国拉斯维加斯为主 这里夫人分享一个个人猜测 作为小型公司的KSG无法在全球发行它的游戏 于是与大公司IGT联手 形成合伙关系 TIGT的品牌发行自家的老虎机 当然这期间肯定会有分拥分利的情况 导致这类机器支付倍数低于平均值 发现了老虎机原来也有合作之后 我们寻了一遍长期的BC省核实赌场 看看有没有其他屏幕上显示两个logo的老虎机 仔细一看真的有 比如这台Wolf Run Gold 左上角是Wild Street Gaming 右上角还是IGT 关于WSG和IGT合作的新闻 网络上就多多了 2022年5月的新闻 点名了WSG替IGT设计游戏 IGT替WSG发行 另外WSG被多伦多公司Brag购置 没有线下老虎机 以提供IGAMING技术为主 分享一下其他的观察吧 KONAMI的Starwatch Magma 左上角也有Action Stick Symbol四样的logo 夫人网上搜了一下 其实这只是KONAMI的一个游戏奖励功能而已 某一款老款连机Dancing Drums 左上角写着SHFL Entertainment 右上角WMS 根据新闻 SHFL被Bayley购入 Bayley又被SG购买 而WMS也被SG买下 所以这台老虎机除去过往的复杂经历 放在现在就是SG的老虎机 顺带一提 SG改名为Light & Wonder了 明年发行犹豫游戏的老虎机 剧粉机动搓手 再比如连机的多伏多彩Fortune 88 看着是协作类 但放在今天其实就是Bayley生产的 那也就是SG 也就是Light & Wonder的老虎机 不过 协作类老虎机在刚发行的时候值不值得玩 基于两个公司间有额外的佣金或收益分配 Fortune是偏向否定态度的 即使放在现在 各位观众对这些古早协作老虎机的评价是如何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最后 Fortune还发现 常玩的Mighty Cash Ultra 88和爆竹招服 屏幕上有Aristocrat和G的字样logo 但关于G公司的信息 怎么找也找不到 Fortune推测 这个G公司是一个视觉系公司 负责给游戏电影娱乐做视觉设计 但是呢 有知情人士的话 麻烦在评论区解答一下 关于老虎机协作的研究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期老虎机公司介绍里 没能涵盖到的公司 Bayley Technologies 之前提了 他买下了SHFL Entertainment 然后呢 又被SG合并 代表作品有Fortune 88 Five Treasures Anthwares Game Technology 总部位于澳洲悉尼 以打造多样化 富有创意的老虎机游戏而闻名 多为定额奖持老虎机 最近常见的有财宝灵神 关于定额奖持老虎机的投入计算 我们最近在市区分享过了 再来贴一下 Avery Holdings Inc 总部在美国内华达州 Avery在老虎机领域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以满足赌场需求 它们的老虎机介于非常传统和特别奇异之间 传统的老虎机有大转轮 三轴老虎机等等 创新的有CHA-CIN 复旋等等 好的 今天的老虎机公司介绍就到这里 有什么反馈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点赞了吗 订阅了吗 快点 下次再来哦 欢迎订阅 期待 双方